各位大男士,以往中華隊列車競爭到站,請問出越往線。 下一站,盧密雪 星期日,旺角西洋賽街上演的 撐警察、撐老師的衝突場面,令我深深感受到 香港人真的有很多怨氣、很大火氣、很多冤屈氣 每個人都做到就快斷氣,所以人人都要爭著 去出一口氣,爭一口氣。 一個地方,一個社會,搞到這樣,是不是整個地方都很熱氣? 用廣東人的傳統古老智慧,熱氣怎算好?很簡單 媽媽有時會煮五花茶,有時會滾芫荽皮蛋魚片湯 甚至煮皮蛋瘦肉粥 根據中醫的角度,你有什麼需要 你自然對那種食物有好感,甚至覺得它非常好吃 這個理論,我一直都相信,也一直堅持 從小到大,我都很喜歡吃皮蛋 就這樣切開來,夾一下酸薑都已經覺得,嗯,奇味無窮 這個和芫荽魚片滾的那口湯,嗯,更加清新 真是可以降火的,好像百事百靈 至於皮蛋瘦肉粥,那塊瘦肉就一定要醃成鹹瘦肉 先煮出來的那口粥才靜爐,否則好像沒有出過靈魂 那些米還要用油鹽醃一陣才煮,會分外面 再加上,煮至熔了一半,焦糖化的那些皮蛋 嘩嘩嘩嘩,你可以想像 那口粥是否真的只有廣東人 才能瞄解給你知道,究竟有多好吃 我相信食療,所以我建議全香港人這陣子天口慶 喝多點五花茶,滾多點芫荽魚片皮蛋湯 以及煮多點皮蛋瘦肉粥,降火,減少淚氣 令香港整體社會長和一點,是你和我的責任 比達如今 X 時間 拍照